歡迎回到新聞面對面現場 有沒有 從剛才前面來賓娘講 就突然發現很多政治 不是我們看到的這個樣子 還真的 這個玩政治啊 進廚房不要怕熱啊 就中央廚房都出現了 OK 好 可是除了這個以外 憲虹 我記得你在節目裡面講過 你是講說在未來 對於馬英九總統來講 有很多可能要顧慮到失分的地方 對不對 不管 連不分區還沒出來 接下來股災的問題 很多這一類的事 然後你也一直講說 蘇普普如果不選總統 親民黨的未來到底呢 你真的覺得他 還是會下去選總統嗎 跟他們講說民調不重要 我想那個 選要啊 或是 包括建藥啊 他們所講的 分別都沒有什麼錯 我只是說在戰略上 宋主席的戰略很清楚 他只要掌握一件事情 他一直下錯 他全盤皆輸 他哪一指 總統這一指 這一指他不能下錯 否則就全輸 那現在呢 大家在談的大部分 其實是如果你仔細分析 就是立委的問題 不管是不分區啦 或是區域啊 區域啊 立委 我認為不分區立委 或是區域立委 不管是誰選 對整個欄來說 那個盤勢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今天是掛局棋 或是掛國民黨棋這樣 那這種思維我相信 包括馬英九跟金普聰 也都是一樣 宋主席也是一樣 因為他們在這一些點上面 所謂的爭啊 所謂的這種選舉的爭 這是假的 這是一個假議題 今天哪一個地方是 親民黨選有什麼差別 沒什麼差別 老實說 就選民的結構來說 選民也會覺得說 親民黨選也不錯啊 為什麼一定要你國民黨選 那如果有兩個人出來選 也不錯 我們決定啦 就結束啦 可是只有一件事情 叫做總統選舉 那一件事情沒有辦法 不是說 所以現在大家在分析說 宋先到底會怎樣怎樣怎樣 都不準 都不會準的原因就是 這個答案只有宋先自己知道 他下了這一把棋 對他來說 比較大的壓力 就是說我們說的那一句話 一直錯 全盤皆輸 甚至於老師說啦 如果他不選總統 那我認為所謂親民黨參選 不過大家一場遊戲一場夢 選完以後就全部招安結束 那這個對宋先來說 我不認為他是這個 他會思考 就是說他們兩邊都是高手 馬先生也是高手 宋先也是高手 大家再看的是這個 那看的就是時機嘛 那時機也不過就是民意如流水 那就是說 選要講說不會看民調 這也對也錯 也就是說民調他是會看的 如果要是真的高高高高 高到一定程度了 高到一定程度了 然後甚至於大家的判斷是 馬低低低低低到一定的程度了 那大家就開始說 選舉可以棄送保馬 也可以棄馬保送 通通可以啊 這個就是民主選舉嘛 那我的判斷是說 在目前情況下 已經在你節目講過幾次 我怎麼推算 天地人這三個因素 對馬先生 對執政者 都不利 這個從現在 那現在看到了 現在就開始看到一排一排 那我會這樣講不是算命 因為天地人聽起來是在算意境 對好像是嘛 可是其實不是啦 我不是算命啦 我的意思是說我看到 比如說我看到災害 國內的災害 那去我們下到地方去看 那現在執政證我沒準備啊 那我們在觀察 有關美國的這個股市這個問題 那兩個禮拜來 我們也不認為 這個國家的安全機制 國安機制到底有什麼準備 通通沒準備 那對我們這種跑新聞 已經跑三十年的記者來說 我會覺得說怎麼做以前 我印象想起來 那以前李登輝時代 我不要說的 很多人都會被問到 怎麼這樣 就是說所有的意見 全部都被蒐集了 那他們已經老早在那邊 準備這樣的地方 而不是到最後 居然剩下一個議題 叫做國安基金要不要進場 這很漏耶 這個是最糟的一招 其實說所有的招式裡頭 這個是放到最後最後 這有說白好湯啦 你要滷白好湯嗎 那都不好說到 第一天就滷白好湯 就表示你沒招嘛 你沒有任何的準備 你跟路人甲 路人蟻 沒有什麼兩樣 對不對 我們路人甲會講到 每個人都想到 國安基金趕快進場 對 路人甲就發表說 國安基金進場對不對 那結果我們的院長 也是國安基金 除了這一句話沒別句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老早已經看出來了 因為我們這些記者過去 都會被運動到 就開始被問意見 會不會出事 是這樣嗎 我想這個包括配分 這個大家都會被問到 我原來是這樣 所以大家緊張 物價現在有這樣的問題嗎 油價有這個問題嗎 然後股價有這個問題嗎 那我們的這個所謂的匯率 匯率有這個問題嗎 都會被一而再再三滾動 那滾動起來就是全民皆兵 大家都起來了 然後應該做什麼的 企業該做什麼的 都被派分好角色在那邊等 我們英文有一句叫做 就是綁緊你的安全帶 準備撞擊 就是那個人要撞擊的時間 可能有兩三個月 沒事 大家說空襲警報結束 不然下一回又來一次 大家說一天到晚在被發動 我們沒有耶 我就看我們的政府 很輕鬆耶 無聊無聊 就是好像沒事 然後出事了以後 跟我一樣嚇一跳 這個待會兒我們的 後段要跟大家來聊 可是你看它很輕鬆的樣子 今天股市只跌五十幾點 比較全球 那是不得了的一個成績 但是這裡面有什麼奧妙 或是吊詭的地方 待會兒來賓可以討論這個 可是如果真的來看的話 問這個如果 因為宋主席在我們節目講過說 當然他是開玩笑講 如果要是馬英九的民調 一直跌晃 那你為什麼不跟周夕偉一樣 就乾脆派我上去 可是如果時間一直往下走 雖然張前後講說 宋主席不會依民調來看或什麼 但是如果真的民調 真的往上一直走的時候 他難道不會心動嗎 或是你光看 像昨天年代做出來的民調 他已經攀到百分之十五 他難道不會真的在家裡面 在那邊等 等 好 我再看看 我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 對 對不對 是這樣嗎 難道不會這樣嗎 這個心動不如行動 因為宋主席到你們節目 是七月十四 是 那你看 這個新聞已經三個禮拜多了 而且好像欲罷不能 像包括最新一期的財訓 財訓我覺得這標題做得非常好 宋主席又活過來 這個真的是畫龍點睛 因為我們都知道宋主席這個人有點 不只是一個大內高手 我記得他當時要辭掉審長的時候 那時候李登輝給他的就是 諸法皆空 自有自在 那上面那一張就是他的那個 替李登輝賀壽 寫了一個這個紅帖 就是壽比南山 俘虜東海 那下面那張八個字就是 李登輝託人送給他的 送給他當然那時候是 漸行漸遠的 漸行漸遠 但是我們如果回顧說 這本是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 我覺得這本是寫得最好 因為他完全是李登輝口述 周景文來寫 但是呢 這之前的另外一本書 叫李登輝跟他身邊的人 這周玉闊 周玉闊 這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各位看一看 一九九六年也就是十五年 這個寫什麼 審長之後他做總統 不是不可能 已經在李登輝旁邊的宋楚瑜 已經有這個架式 十五年過去了 大風大浪也看多了 所以我覺得宋 他現在是敘事帶花 照理講他聰明一點應該選總統 選立委格局太小 要不然至少要爭一個格魁這個位置 要不然當一個陽春立委 或者說取得一個共識說 給他當立法院的副院長 或者院長 我覺得都太委屈他 我剛剛講這一段 你說選總統當然是 宋楚瑜先自己可以決定 到底要不要 他要權衡 會不會變成就是所謂的泛蘭 講說會不會變泛蘭追人 或是他如果真的能夠接到大位的話 對國家民生的一些影響 可是剛剛又提到格魁 格魁就不是他自己能決定的 因為格魁是誰當的總統 人家要不要提你 你的黨如果是關鍵少數黨 要不要跟你合作 可是這個合作就讓我們想到 剛剛一開始我就講 那個新聞為什麼說 甘海迪跟詹生 明明是總統跟副總統 結果賈維林出來說 他覺得是詹生把他老公幹掉了 所以你說那個政治人物之間的 那個愛恨情仇是有是敵好怪 旁邊的人搞不好 才是最狠的那個人 可是佩生姐如果講現在 光講現在來講 國民黨所有的大佬 我們就講說譬如 好不尊先生先生出來講 連這還小我二人幾歲 我才是超級大佬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國民黨的大佬 現在開始分派系嗎 還是用年齡來分 對這些是歸那邊 這些比較親這邊 會這樣嗎 國民黨大佬有沒有派系 其實早就有吧 一直就有 誰跟誰比較好 誰跟誰不好的話 他們自己今天常常說 我就講包括兒女親家三年 然後媽媽就不來往這樣子 那父親當然也就不來往 其實國民黨裡面的那些大佬們 我再回先從那邊開始 就是說宋楚瑜 他今天可以說 大家說要選總統選立委 歸根結底 就是馬英九表現太爛 然後蔡英文也不怎麼樣突出 所以宋楚瑜才可以這個 突然冒出來 所以又活過來了 但是一個問題就是說 馬英九當年被起訴的時候 辭掉黨主席 他曾經一度考慮 因為那時候聲望很高 他心裡想 我不要靠國民黨 我就自己獨立參選 那後來國民黨告訴他說 你如果獨立參選 我還是會提一組人 對 你也當選不了 所以最後他還是用國民黨的名稱 那同樣今天就是說 如果說今天宋楚瑜要說 要比民調 以我瞭解的國民黨 他才不會跟你比民調 那麼大個黨 他怎麼會去跟你比 對 然後我跟你總統比民調 而且我總統候選人也提了 副總統也提了 也經過常會通過 然後全會也過了 我怎麼可能再來跟你比民調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說比民調那是開玩笑的 就是說只是說 如果馬英九聲光真的跌到 剛剛現在我們講的 18%那樣的話 他自己就會選輸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覺得即使在那樣情況下 宋楚瑜參選 可能也是蔡英文當選 應該也不是宋當選 然後講到這些大佬有沒有分派 其實他們出身不同 我講的黨政軍出身不同 那比如說像郝伯川 他是侍從事出來的 他曾經做過蔣介石的侍從五官 那他是官邸派的 所以換句話說 你看郝龍斌那時候 跟丁守中選 台北市黨內初選 你看很多場合 國民黨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郝龍斌 但是沒有丁守中 那丁守中的岳父也是熊 那叫什麼 郝哈熊 也算是軍系大佬 可是你要比起郝伯川 他又差很遠 那郝伯川雖然有郝家軍 但是他出來喊話的話 對於這個黃復興黨部 還有軍政區 應該有相當的影響力 但是黨系又不一樣 黨的那個派系 就是他們從那邊出來的這個派 又跟那些又搭不上關係 所以他那個關係很複雜 但是有個基本條件就是說 以國民黨為核心 他們基本上還是有那個 所以他有那個當年的常委 他會有這個黨政軍 然後地方的龍頭等等 通通會在那個裡面 不像現在很多市議員 也進去當常委 那也不好意思 以前的話真的是你看 他提名就是說總統 主席指定一半 另外一半開放競選 但是也有一個提名 然後你不是一般人 就可以選進去 所以他代表性涵蓋的面很廣 如果照佩芬申這樣講的話 你會覺得 宋楚瑜對國民黨來講的話 其實佩芬申在節目裡面講過 有很多國民黨的人 只要聽到宋楚瑜 就會覺得說 李登輝要回來了 或是說把他跟李登輝 擺在一起 那兩千年丟掉政權 那個陰影就會回來 你知道嗎 所以對宋楚瑜來講的話 國民黨裡面有很多人 可能要拉到 當初我們講二月政爭 李登輝 郝伯春 所以說很多所謂 認為自己是國民黨正統的人 會把宋楚瑜看成說 你跟李登輝或什麼 你當初幫助他拿到政權 把我們國民黨搞成這樣 他們會這樣看宋弦 有一步就是可以說 整個就是這個 比較這個深藍外省性的 他們會有這個感覺 因為那個時候 我是宜蘭縣黨部書記 金國先生去世的時候 我是宜蘭縣黨部書記 那個時候就說 整個那個時候就開始就 那個時候就說 金國先生去世的時候 那個時候甚至還裡面 還有人考慮到是不是 是不是要智商大元 要決定一下讓這個 讓這個李登輝繼任總統 那是胡鬧